美國防長發布內部指引啟動多項抗共行動 王岐山有麻煩?官方通報董雲案情有玄機 民運大佬誤報王岐山叛徒隱而異 中共黨內已經空前分裂?官媒齊發重磅救民 曾經支持港警大陸抗議學生是否被打醒? 金正恩減肥明顯引外界猜測 美國總統拜登抵達英國 展開上任以來首次海外訪問 首站來到英國的米爾登-霍爾空軍基地 對駐英美軍發表講話 拜登說 然後再跟普登 讓他知道 我希望他知道 雖然拜登上台後 不斷將俄羅斯重新提到首要敵人的位置 但他在演講中表示 美國並不尋求與俄羅斯發生衝突 並且希望與俄羅斯之間有一個穩定可預測的關係 不過拜登也強調 如果俄羅斯從事危害美國的活動 美國將會報議有力的回擊 接下來 拜登將會前往康旭爾郡的聖伊夫 出席七國集團G7峰會 聚焦疫苗、貿易、氣候等議題 之後前往布魯塞爾 參加北約部長峰會 重新美國保衛北約盟國的承諾和義務 拜登說 拜登之前曾強調 此行的核心是推動美國現行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 即是團結世界民主國家 共同應對我們時代的巨大挑戰 另一方面 在同一天的星期三 國防部發表聲明說 根據國防部中國問題特別工作組提交的最終建議 國防部長奧斯丁當日發布的一項指令 啟動了整個國防部的幾項主要工作 以更好地應對中共對美國 步步迫近的挑戰所帶來的安全威脅 奧斯丁表示 我今天提出的倡議 是基於美國政府更大範圍的對中政策 將會有助於 我們正在制定的國防戰略發展提供資訊 拜登政府今年2月成立新的任務小組 研究國防部應對中共的策略 奧斯丁在評估報告出爐後下達這道命令 命令的細節屬機密 國防高層官員表示 這個任務小組發現 將中國列為優先考量的理念 和我們所見和關注度資源和程序相關的幾個領域 講和造資間存在落差 這名官員表示 今天這道指令確實和確保國防部落實上述中國優先有關 上個月拜登政府公布的國防預算 包括將幾十億美元的開支重構系統轉移出來 用於核武負現代化以威懾中共 美國積極聯合盟圍堵中共 而近期中共高層內鬥白熱化 王岐山似乎有大麻煩 9日中共巡視組原副組長董宏 被當局以涉嫌受拒罪提起公訴 董宏曾經是王岐山的心腹大臂、大管家 官方通報他涉貪的軌跡 涉及王岐山在海南、北京和中紀委任上 根據中共最高檢察院9日發布的消息 董宏涉嫌受賄一案 由中共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 經最高檢察院指定 由山東省青島市檢察院審查起訴 目前青島市檢察院 已經向青島市中級法院提起公訴 董宏被指控利用職務之便 非法收受他人財物 數額特別巨大 應當以受賄罪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在之前中紀委通報說 董宏理想信念坦踏 對黨不忠誠不老實等 根據中共權鬥裡 打倒政治對手的時候 多數會採用剪群邊戰術 也就是從對手的秘書 家人的犯罪入手的手段 有分析認為王岐山可能真的有麻煩了 二年73歲的王岐山曾協助習近平 一直採用政治對手 但在2018年3月兩會上 王岐山擔任了武實權的國家副主席 之後一直非常低調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 曾經看論說王岐山有能力、有實力、有魄力 當初習王同盟打呼勢如破竹 十九大王岐山未能留任常委 其中有江派離間 習近平既為他功高震主 王赫認為2018年兩會之後 王岐山出任國家副主席 不過是榮譽而異 習近平對王岐山已經生差異之心 2020年以來 習近平對王岐山有一系列的敲打 好友任志強因為贊民批評習被重判18年 現在大管家董宏被徹底清洗 針對王岐山意圖明顯 之後王岐山的動向被受關注 就在對王岐山大臂董宏被提供訴的當日 海外民運大佬魏京生發了一條驚天動地的消息 說王岐山叛徒震驚海外華人圈 不過魏京生很快刪了推文說是假消息 推文說事情多剛回來就發現是假消息 馬上刪了令大家受害了 對不起向大家道歉 不過從眾多回帖顯示 即使是假消息 民眾表示當前中共內憂外患 再出現過林彪叛徒事件很正常 一點都不感到意外 有網友說 其實這個層級的中共官員叛徒是個大距律的事件 國家沒有實現法治 黨內惡鬥你死我活 失敗的都會被抄家 關入巡城 不服的只能走 這次沒有逃走 只是還沒有機會 指此而言 前香港《文匯報》駐大連記者姜維平表示 雖然王岐山叛徒是誤存 但也體現了當前中共高層生態環境的險惡 一旦有事 誰都不會坐以待斃 他說 習近平今天到青海 講話當中不講了嗎 就永不叛黨 這什麼意思 就他已經感受到了有的人要叛 要和他利息利得 他現在誰不相信呢 即使是王岐山他現在也想跑 問題他能不能跑出來 這倒是個問題 是不是 你說他現在沒跑 也說不定以後他能跑出來 或者根本就沒有機會跑了 直接就 就白白了 這都完全可能 被抓的跑得死的 這都可能 據悉習近平6月7日到9日 在青海考察 他們陪同官員的講話強調 永遠不能忘記入黨的時候所做的 對黨忠誠 永不叛黨的誓言 還要求黨員做到鐵心跟黨走 苟死而不悔 多種跡象顯示 中共黨內已經空前分裂 權鬥異常激烈 近期 中共從中央到地方的官方傳媒 突然集體刊登一篇 43年前的舊文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篇文章在1978年5月11日 刊登在中共黨媒《光明日報》頭版 之後在全中國引發了一場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在中國黨史上具有非凡意義 為中共之後的統治路線充當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當時以示任中共國家主席華國鋒為首的一方堅持實行 兩個凡事理論 即是凡是毛澤東做的決策都堅決維護 凡是毛澤東的指示都始終遵循 另一方面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欲推動改革 於是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理論 來突破意識防線 最後華國鋒被推倒鄧小平得勢上台 目前正在8964事件32週年之際 中共官媒這個不尋常的舉動引起廣泛關注 旅美中國問題專家桂達也向大紀元表示 這篇文章被新華社等多個官方傳媒連續轉載 其政治動向極度不尋常 顯然是對當局極了那一套反擊 桂達說這個突顯黨內的鬥爭已經非常激烈 中共內部的分裂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白熱化程度 新聞未完的之後的新聞包括 曾經支持港警大陸抗議學生是否被打醒 金正恩減肥明顯引外界猜測 這篇新聞會在Patreon那裏播 大家快點去Patreon 撐雪兒或敬撐雪兒 我們在Patreon見 並且去Patreon 撐雪兒或敬河 任職員會 我們在Patreon 撐雪兒或敬禍 看到這篇文章可以支持 明瞭解放入 旁的分裂 雙人 撐雪兒或敬禁